這次從環電獄寫一戰 雖犧牲不少武林同志 但最終是產出了這塊武林惡流 為後世平和殿下穩固的基礎 這都是孤大俠策劃而已 才能集結眾人之列 沒錯,因為怨大俠 跟南天大俠開路 我們才可以順利進攻 可惜我柳月俠世界不先暫時 不知劉女俠、吳德和尚、鐵壁鎮、華仲、胡仲陽 也為大家立場兒子 阿彌陀佛 他們使得值得 若非他們的犧牲 我們替得好好站在這裡討論後續的事情 呦,史胡子你聽不懂嗎? 這本姑娘口袋就是本姑娘的東西 你這丫頭一點江湖歸許都不懂 明明是本派前面的遺物 竟然還敢哥哥強詞奪體 顧大俠,你算是說要組織公道的 拜託給我 你要亂到大家都知道嗎? 我們正在談論大事 從荒天逃脫的匪手 知道會凝聚力量 死灰覆懶 目前主要之急 就是推舉一人負責見面其餘黨 燕大俠這麼厲害 教員他不就成了? 姑娘有所不知 殿大俠本來就喜愛 吟游釋放 最討厭這些所事 江湖大哥 黑之兔回家 陳老佛出了名 舞陽標舉熊浩天 有一缸的標示要了 大俠各有難處 你說怎麼辦? 何不有姑大俠? 免一任職 老夫不才 豈能堪此重任 這次戰役也雖然邪道負面 然而正義之是一折損過半 各派百費大幸之際 又是願意出錢租賃 正義如此 顧某私心 我想藉由上神爵寶圖來吸引大家 上神爵寶圖? 莫非前世回顧大家出場的寶圖 請辨識是乃上神爵寶圖? 正是 那是本派之物啊 顧大俠 你根本是狗屁大俠 把本姑娘的寶物變獎品 敢問那是何物? 他記載著武林不傳之密 上神爵的取得方法 老夫希望辦一場武林大會 武藝最高者得志 當任盟主 消滅仇環劍與打 不然 罷了 與其攻這高塔 不如用來造就武林 我想 如果是本派先師在場 一定會心難同意 既然大家 長得成固謀提議 那我會進行準備 得起定行通知 嗯 那我彼此倒是 這樣就認輸了 可惡 這樣就像總姑娘想到 偷回寶圖也看不懂 武林大會跟人單挑打不贏 啊 發生什麼事了 小星影幹完那麼多事 幫我擋一下那一掌 人家被小夏攻擊 就痛到身上 就可舒坦在心裡 你明天人家說過打事情 罵是愛嗎 你瞎 他打真的 喂 神科告訴我怎麼一回事 熊大 小夏發飄了 跟上次在冰窖一樣 你怎麼生成這樣 我把我女孩子是我的責任啊 洛虎呢 你救救 我給我用點吃的吧 哎呀呀 你最主要喊餓 你怎麼不把洛虎也做出來 小夏誰給我打 就是不打洛虎 我看兩人之間一定要鬼 把我女生很費力的嘛 誰 是誰 又是你 魔家弩 好好一個少年 卻被群子折磨成這樣 你胡說什麼 快滾 急什麼 從航電影戰我可就看到了 哈哈哈哈 通常愚蠢的男人 都要等到心愛的女人離開時 才會發覺對方有何等重要 你胡說 我以花姑娘 這是片面之緣 片面之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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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那一位低血對你弄我呼 我弄無誤 不 我都弄我呼 不許你提他 我看你根本把他當嚇人 死壞著 這麼多年來 真正可惡他的 是你心裡的我 你以為你真打過火狐族附華 每當落狐出現危險時 都是我幫你度過一次又一次的難關 你心裡在想什麼 我一清二楚 因為我就是你 你就是我 關心牙上當黃姑娘 不 現在該叫紫衣了 當紫衣回眸一望 他悲傷的眼神已經把你融化 不可能 我對他一見鍾情 呵呵呵 想要他嗎 當他跟那個男人牽手而去 不用隱瞞了 你想殺那男人 將他俱為己有 所以你需要力量 或許該說是我的力量 如何 你呼喚我 我也回應你的呼喚 只要你願意 我可以讓你得到華紫衣的全部 黑喜鳳其實也不錯 你並不是這樣排斥他 小仙瞧瞧 你也都下意識考慮多 只要有我的力量 你就能全部玩弄於鼓掌之間 怎樣 只要你回答我願意 我就讓你得到世界上一切的東西 如你所願 不可以 被阻止了 被阻止了 弩虎 你 弩虎 為什麼又要阻撓我 難道虎虎之前 已經不能抑制摩加羅了嗎 你想要對公子的身體怎麼樣 你知道的 快點離開公子 你真的是這樣希望的嗎 弩虎 不 終於有一天 我會回到你身旁 公子 只要你答應他 雖然可以靠你一樣得到民生財富 甚至女人 但是你同時迷失自我 那摩加羅永遠佔據你的身體 這到底怎麼一回事 小夏也能解釋一下嗎 公子的事很難解釋 接下來我們該怎麼辦 有啦 當然是奪下武林盟主 拿回什麼上神爵的 當然是找個地方 大致大哥 補充身體留置的能量啊 當然是回球修山莊 那行風我天天照顧小夏 小夏又想去個地方嗎 我 我跟著大家就好 面純環店替附近報仇告一段落 上神爵是什麼 我一點都不感興趣 我加羅的力量越來越強 在我意識還沒被奪之前 我想回仙雲站 跟良心生活一陣子 大家 大家回去 陪你良心生活 小夏 你每次幹嘛又回宜叉 晚安啊 小夏怒拜託 讓我買東西吃的 小小大概又怕 不小心鑽進仙雲大叔 幫熊蛋買完吃了就找 好好笑 對不住 對不起 小的不眨眼 你兩個是這手 幫我的伴雅玉珪 換來 大哥私風了 是螢子走位上車 門都沒有 沒東西可以偷 回去 然後直接快速戰鬥 直接贏啦 兩位輸了就認錯了吧 否則我生滿這位可是傳說中殺人 無數吃人不虎獨口的長暴大魔頭 東海狂蝦 惡天我胡宗明齁 瞧瞧 你會從亞賊杜落成騙子啊 任大哥我們就認了吧 你們快快招攬 不然我一聲令一下 閉號東海狂蝦先剁了兩根手指 瞧瞧 顧眼老命啊 你千萬不要斷了我們茫生的傢伙 我知道的就是 這是海鎮的靈異大神委託我們的 我是看錯你了 就像我們手仰師婆 你不能這樣邊派雇主啊 把話說清楚 什麼雇主不雇主的 對哪位大神委託你們做什麼 晚安晚安 大哥如果沒骨氣我不說了 東海狂蝦 我的手指在這裡 影響多就多吧 瞧瞧 好一根硬骨頭 東海之間何被苦苦相逼 反正得了的情報 親自赴射海鎮找靈異大神問問就成了 所以我們走運 東海狂蝦每逢出一時我搜索一天 你們回去吧 呵呵 好 是空空空鵝還有鴻蝦蝦蝦嗎 瞧瞧你不要問問人家 知道啦 諸索 大神 你找空空鵝還有蝦蝦蝦 偷我的牌鳥預備做什麼 小姐 是你貓小姐 大神 你快起來 我不是什麼小姐啊 我是你 重新有一個很聰明的書生 叫諸葛智 和他恩愛的妻子苗氏 有一天苗氏 撿回一個斷手女孩當女僕 後後沒多久 這個先生都這麼舉人 苗氏也替丈夫生了個可愛的女孩 由那女僕衝到奶娘 真是雙喜靈門之時 卻好景不長 諸葛先生還沒附近上任 就正在鬧病 大夫說是十年苦毒 壞了身子 描述偏偏是大家歸秀 不算理財 幾年之間 為了治療丈夫的病 耗盡家財 諸葛先生知道自己將死 榨毒 將女兒輸給惡鬼 並用花朵卡著瞬間上關 要照顧他一輩子 不久之後 他就病逝了 描述臨別之際 就將從寶威百鳥玉佩 交給小女孩之後 就因過度失戀 使得丈夫而去 最後只剩下那邊斷手的女幣 記得這一切 但是也因為這件事 哭下了眼睛 原來眼睛會哭小 耐亮 原來喬喬一直錯過宣言大叔 奶娘 你有什麼需要幫忙的事情 告訴喬喬 喬喬 喬喬一定替你做到 小姐 我才那兩個偷額 都想再移山探聽消息 今天的平安聽到你的聲音 你敢惋性 不敢再有奢求 不 一定有什麼能幫忙上網的事情 喬喬想報恩想到瘋了 不然我一輩子留在深海陪你 我一直跟著喬喬在跑 喬喬喬在這裡 那我該怎麼辦 喬喬不可啊小姐 小姐的好運 奶娘心靈的 有一位好心人 這十年間 一直不定時來照顧我 小姐不用擔心 那我該怎麼辦 好心人曾經送我這塊石頭 他說大石中藏有貓眼靈珠 人字眼眼疾 那我可以重見光明 這石頭好詭異 竟然打不壞 好心人說 那這石頭打不壞 是緣分未到 要破石頭去西洋方 劍爐找人解奏就可以了 你也找點說好不好 小蝦我們快走 快去劍爐找人 該來的終於來了 讓我解開石頭的封印吧 你們 這裡就回去幫助小蝦 親貝 別多問了 回去吧 所以好心人是他嗎 好心人是劍邪嗎 好 換人 換人 什麼 為什麼倒不過這塊石頭 奶娘 這是貓咪靈珠 小巧 真的是你 你看得到我 小姐 你們變得好漂亮 跟當你的夫人 簡直是一個模子刻出來的 我跟娘很像 真像 但是你眼睛跟老爺一樣 一看就是聰明 真的 多謝那位少俠 幫老神POSE取爆 嘿嘿沒什麼啦 喬喬的事就是我的事 謝謝你 兄大 瘋狂大哲倫 小姐就不用替老神操心 記得不要跟薛妍先生鬧嘴 他為了一句賭計畫 畢竟他把你長大了 好喬喬的事件都到這邊了 是嗎 有不夠了